没想到一只大熊猫的环保意识竟然有这么强 眼前这只躲在铁板下的大熊猫叫做杰邦 它正在探索山洞里的秘密 然而此时它的大屁股却无意间触碰到了洞口的水龙头开关 清水瞬间喷涌而出 听到水流声的杰邦立马不过头查看 看到白花花的水就这样浪费掉了 此时它竟然做出了一般人类才会做的动作 它试图用手关掉水龙头 然而它终究还是没有人类灵活 水流使得滑坡更加湿滑 杰邦在重力的作用下滑到了坡底 看着仍然流个不停的清水 它急了 然后它跑了 难道它打算放弃了吗 只见杰邦在坡底绕场一圈后又回来了 原来它是在找奶爸奶妈们帮忙 而此时刚好他们不在 它回来又尝试了几次关掉水龙头 但仍然还是没找到窍门 奔涌的清水使得它开始自责 这万一淹死了坡底的花花草草可怎么办 此时它想到了最后的办法 请游客帮忙 于是它爬上斜坡 向着游客最多的方向跑去 它恳请的眼神似乎在说 平常你们不是很爱我吗 这点忙总能帮上吧 然而考虑到杰邦已经是亚成年雄 游客是不敢帮而不是不想帮 杰邦气喘吁吁地休息了片刻后 又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可以看出来它真的急了 它趴在玻璃板上 挪动着脚步 寻求游客帮忙 然而还是没得到回应 它气馁了 无助地坐在草地上 环保意识超强的它决定最后一搏 解铃还虚击灵雄 它又一次爬下坡底 一路连滚带爬地来到水龙头前 它回到最初的底下 然后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 杰邦竟然像人类一样 用手干净利落地关掉了水龙头 动作之熟练 不得不让人怀疑 熊坯底下难道真的藏了一个人吗 大功告成后 它总算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